你好 我表哥不喜欢握手 是这样 我表哥一直在国外 然后最近刚回来 他和东霖也是好哥们 我们刚才在门口遇到了 所以就正好聚一下 亲友团聚 难得吗 你们慢吃 不打扰了 齐老师 牛排相当不错 我能请教一个问题吗 可以啊 请说 当你建立一块牛排的时候 怎么判断它的身受度呢 这个很简单 用手摸就可以了 这样吧 我泄露一个秘诀 把你的手伸出来 像这样 将你的拇指扣住你的食指的指尖 拇指下面的肌肉 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三分手 你的拇指扣住中指 同样摸这个地方 这样的话是四到五分手 拇指扣住无名指 这样是七分手 拇指扣住小指 这样子的话是全手 再摸摸你的脸颊 懂了吗 再练几次应该就可以知道了 一定要这样子吗 还有别的办法吗 也可以这样子的 摸摸你的额头 是很硬的 这样子的话是全手的 再摸摸你的下巴 还是很硬 但有点弹性 这样子的话是七分手 再摸你的鼻子 软了 这是五分手 再摸摸你的脸颊 这是三分手 这有趣 我喜欢一些跟书子有关系的东西 季老师 暴昧地问一下 你与你当干吗 我出钱 你出力 我们和开一家餐厅 选一个好地点 赚的钱肯定比这里多 剩一座大还可以连锁 谢谢你的厚爱 安德鲁 不过我已经有一个全职的工作了 再说如果开一个餐厅 恐怕时间应付不了 不好意思 打扰我 季老师 要不这样 我有一本杂志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安排一位记者过来采访你吧 不好意思 我这份职业 希望能保持低调 明白了 我们会常来 好嘞 谢谢 对了 季老师 更正一下 我不是和彩虹的表哥 跟他没有任何的清晰关系 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我并不清楚 你今天怎么花这么多呀 快吃东西 好火 好火 火 啊 好火 你哪儿 好火 好火 我 Pent 就是